大家好,我是方姐,一个生活在德国的二婚女人 好了,今天就是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你看我是二婚,那肯定有前夫嘛 对吧,所以就讲一下我跟我前夫 离婚当中的一些就是很难很难 真的是刻骨铭心啊,太难了 我跟我前夫呢,我们俩都是在江苏无锡认识的 是在2003年的时候认识的 认识的时候,因为我前夫他是东北的 很北很北的,加姆斯的,我是江苏人 所以呢,就是很远嘛 那时候都年轻呀,就是谈了恋爱 就热火朝天啊,然后就把我爸叫过来 我爸也得看看这个未来女婿怎么样嘛 看的时候我爸还觉得挺满意的 我爸就说,虽然你没有钱啊 但是人穷,字不穷就可以了 我爸待了一个星期过后也就默认了吧 也没有说特别的认可吧 他也就是默认了,谁叫他闺女看上人家了呢 后来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 因为那时候我怀孕了 怀孕的时候,为什么怀孕呢 因为2005年的时候我已经怀孕了一次 怀孕了一次呢,因为太小了嘛 我就到医院自己一个人去打掉的 后来2006年又怀孕了 那个时候我还打算不要的 不要了之后呢 我跟我那个前夫的男朋友们跟他讲了 我说我太年轻了,我不想这么早结婚 然后呢,他也同意了 同意了之后呢,他后来没几天的时候跟我讲 他说,他妈说的 说你再打掉这个孩子就是第二个孩子了 可能会导致以后不孕 那就没办法就跟他结婚了 2006年的就是10月18号生下的我女儿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 就没生孩子之前 我们已经结婚了嘛 5月份到东北去结婚 那个时候已经几个月了 我3月份的时候已经两三个月了 你看10月份都生了嘛 我们到东北办了婚礼 就很简单 因为我不打算在东北住 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婚房都没有的 就是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彩礼 就是我婆婆那个时候就是把我们 就是半九席的财礼 就是那个钱 就是半九席的钱,红包啊什么的 给我们了一万多块钱 那时候我们要在张家港 那时候我那个时候前夫嘛 在张家港那边上班 我在我表姐店里头 我是那个时候学打字复印啊 做名片,印刷啊 菜单,宣传端之类的 后来呢,我们就要在张家港那边开家小店 就是也做印名片啊 打字复印,排版乱七八糟的 丁箱啊,广告啊之类的 然后不是没钱嘛 然后正好给了一点钱 我父母那时候还借给我们五千块钱呢 设备很简单 就是一台复印机 复印机好像都没有 打印机,电脑,一台交印名片的名片机 然后住了一个店面 那个时候就是吃喝拉撒住 都在这个小店面里头 那时候租金好像是一千块钱一个月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很贵了 然后呢,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呢 也不方便了嘛 然后我,因为之前还有我在支撑着嘛 我前夫那个时候他就跑去做业务 后来的话就不行了 就把这个店面啊都转让掉了 我们就回东北去了 在东北待了一年 待了到08年的时候我就 那个时候呢 我是真真实实想跟我前夫这么过下去的啊 哎呀,就是我这人呢 属牛的嘛 哎呀,就是牛脾气 降得不得了 呃,07年的年底 我就回我老家去过春节了 我带着我女儿 从姜斯坐的那个火车 到了哈尔滨 哈尔滨然后又坐着火车到我们老家 淮安 我老家是江苏淮安的 后来呢 我就那个时候我在想啊 以前我不是在无锡 那时候上班的吗 我在想啊 我说要么我就回无锡去吧 我说挣点钱回东北去养猪去 那时候我真的是打算去养猪去的 就打算上两三个月 把孩子给我妈妈他们看 然后后来我想想看 那个东北那个地方冬天太冷了 真的南方人真的受不了 冻到骨头里头疼的那种 夜里头凝下二三十度 你受得了吗 受不了 后来我就 那个时候感情还都挺好的 我没过几个月的话 我前夫他也过来了 过来之后呢 就要拿找工作嘛 他就找工作了 找到我叔叔在那个厂里头上班 学电焊工 电焊工的话 要学好的话工资也很高的 那个时候六七千啊七八千都有的 还交金 刚开始说在我叔叔那里头学徒嘛 学的还可以 没多久的话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去上班了 我是坐在一个餐吧 就是餐厅西式的那种 就餐厅和酒吧一起的 就是夜里头要上班嘛 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 外国人人家 人家也不 人家都上班去了 谁跑到离来去吃啊 东西价格又不便宜的 对吧中国人接受西餐的还很累的 除了什么什么 冰森客呀 还有那些什么牛排店呀 那种便宜的 中国人去的还挺多 珍重的那种有外国人 中国人不怎么愿意去的 在 零 零 八年 零八年的时候 后来呢 我有一天啊 就是我 我那个前夫 他就生病了 生病了之后呢 就是 就是感冒 他一感冒的话就发烧 发烧了之后呢 他就 肚数一直 居高不下的那种 就是浑身没有力气 就是 就下床都要扶着 扶着墙 然后爬在地上爬的那种 那时候我要上班嘛 他在家看孩子 然后我就让他去 医院去查 反正换了五家医院 结果查出来之后是怎么的 到了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已经属于很高级的那个医院的时候 医生说 你到传染病医院去看吧 他说我们这里看不了 因为他浑身发黄了 就是因为感冒引起了之后啊 他又不注意休息 整天还跟人家去斗地主 炸金花 结果呢 变成了肝病 肝炎 肝炎呢 它是乙肝 不是乙肝 假肝 我没听说过这个 到医院去的时候 他就到了一个医院去 传染病医院 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的 在无锡市火车站那里 在火车站前路那条街 他就到后面去看 看的时候当天的时候啊 医生就跟他讲 你必须得住院 哇 当时他就跟我讲 五雷烘顶啊 那时候我没有注意到 他这个病会这么严重 当天我就跟我们店里的老板娘 就请假了 我带着我女儿 哎呀 那个时候当时 你想想看我一个女人 真的 五雷烘顶 真的是 你想想看 老公去住院了 孩子跟我在一起 半夜的时候 我女儿还是生病 发高烧 脸 通红通红通红的 红得不得了 我就跟我女儿讲 我说 如果你觉得难受 妈妈可以带到医院去 打针 我女儿她怕打针 小孩子嘛 她说妈妈 我不难受 我不难受 我不要去 我说那好吧 等到早上的时候 就是天蒙蒙亮的时候 我女儿就跟我讲 她说妈妈 你带我去医院吧 我受不了了 当时 哇 我眼泪啊 真的是 哭得不得了 没有人帮助我 那个时候 我前夫要去住院 花很多很多的钱 也不知道 无底洞呀 要先交押金什么的 后来是我 东北的那个婆婆 她们打钱过来的 打钱过来 你说我这个前夫 你人你 争气一点 对吧 医生查的时候 就是你配合治疗 也好一点 刚开始的时候 她也害怕呀 她也 因为你得了这个肝病 就相当于富贵病了 一辈子不会好的 要靠药物维持的 你现在年纪轻轻的 是不是 哎呀 然后呢 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我爸跟我妹妹过来了 就照顾我 我还得去上班啊 我不上班的话 谁给他付医药 一家三口的 就是吃喝住 谁来呀 那时候我女儿 她还上Yurie 就是苗苗班的那个时候 一个学期 两千块钱 房租的话 一个月是七百 那个时候 你想想看 都是我一个人 她生病 花了多少钱 花了五千块钱 一个月班没上 还倒花了五千块钱 后来呢 我婆婆 就是打钱过来了嘛 打钱过来之后 还有我上班的钱嘛 工资啊 给他了 然后就是我婆婆 甚至打的给他钱 还剩下了四五千块钱 你知道我前夫干嘛 她说 哎呀 呃 住院啊 太无聊了 我看见医院那个住 住院部啊 就是我们那个病房里头啊 好像可以装那个 光红的 就是可以 就是有 有网的 可以插线的那种 她说 我觉得我要去买一台电脑 四千二 我不同意啊 她非要去 我说 医生都说了 你要注意休息 对吧 你这个是肝病 你这个想想看 你年纪轻轻的 你就想一辈子 当药罐子了吗 对吧 你不得好好起来啊 是不是 孩子还那么小 人家不听啊 自己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 到我无锡的一个梦之岛 专门是卖通信器材的 像电脑啊之类的 人家就买了 四千二 华硕 我就看了两次 然后她 不是住院 后来一个月出院了 出院了之后啊 她就把这个电脑 放在家里头 那个电脑 我就看过一两次 后来呢 我爸他们 也不能待在这时间长嘛 然后我爸他们就回去 我妈妈就过来照顾她 照顾我女儿 我要去上班 然后呢 我妈呢 这个耳朵她有点背 就是耳朵不怎么拧 就是听的时候 人家说 说她坏话的时候 她能听得清 你不说她的 说好话 她听不见的那种 可能是天生的 也有可能是 我爸 我爸有家庭暴力的那种 这一点 我很讨厌男人打女人 真的 后来我 就是 我去上班了之后啊 我那个前夫 就 他一个朋友 叫他出去玩 然后呢 你说你把电脑 放到我妈那里去 放到我妈另外一个房间 她就放到外面那个房间 她在外面睡的嘛 她就把那个电脑 放在枕头底下 等她回来玩 回来了之后 她给我打电话 她说电脑被你拿走了 我说我们上班的地方 又不可能玩电脑的 我带你电脑干嘛呀 她说电脑没有了 整个电脑都没有 整个包都被人家提走了 就她回家的时候啊 你知道吗 就是东西都没了 你说她败不败价 我那个时候就说 我说有剩下了几千块钱 你说也 你说存起来也行 万一有点什么事 是吧 人家非要把花掉了 所以就是 她一点都不成熟 所以导致我跟她离婚的 真的是太多太多原因了 年纪轻嘛 不知道嘛 有了爱情 不要面包的那种 真的是太傻了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一头撞死难强 都不会投 不会回头的那种人 后来呀 气死我了 我就说你这个钱 存起来不行吗 她说 哎呀 这是我爸妈给我的 那就是我的 我说 你还跟我分 你和我吗 她就跟我分了 其实她自己 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 对不对 后来我就 感觉隐隐约约的 不行的嘛 对 你生病 是的 你也不希望生病 生了病之后 我这个前夫就变得多疑了 你想想看 那时候我们做 那个 我做餐吧的时候 那认识很多的客人 都是外国人啊 很多国家的 各个国家都有的 有时候跟他们聊聊天啊 英语啊 正好都可以学一点英语嘛 发音啊 标准一点嘛 然后后来呢 就很多的外国人 他们 我认识他们一个公司的嘛 做一期 稀才的 稀才在是国营企业 他们都是德国人 都是技术人员嘛 他们要租房子 他们又不会自己租房子嘛 那当时翻译的人 很少的 然后我就帮他们租房子 租房子的时候 我就 有时候 中介公司啊 他觉得我帮他们介绍的时候 会给我一点提成 还有的时候 我帮他们家打扫卫生去 因为他们要上班嘛 没人打扫卫生 沟通 沟通不了嘛 还有一个就是 钥匙要给你的 人家信任你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就 让我前夫跟我一起去 到人家去打扫卫生 正好也可以在人家家里 洗个澡嘛 我跟人家讲的 我说我们家里 没有洗澡的地方 可以在你们这里洗澡 人家都同意了 说 洗澡可以 就是在我们回来之前 你要就是 把弄干净了就行 那肯定的 我也不可能就是 你们回来了 我还在洗澡呢 对吧 还是不可能的 那个时候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 我们每天都很忙的 就是我打扫卫生的钱 一个月可以 上班三千多块钱 加上我的工资 我一个月可以 拿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 但是累呀 我就带着我前夫一起 去帮忙 带着孩子 都可以 一家都可以洗个澡 你知道我跟我前夫 那时候 给人家铺一个被子的时候 那个床很大 很漂亮 然后我就说 你什么时候 你才能把我 让我也睡上这样的床 你知道我前夫说什么 很简单啊 你跟着这个外国人 你就可以睡了呀 当时把我给气死了 当时我心里想 你这男人在窝囊 你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吧 我拼死拼活的 我为的是什么 对不对 就是你给 你是 热腾腾的一颗心给他 人家给你撒几个冰块 你说你心不心寒 真的很心寒 所以啊 就是离婚啊 导致我跟他离婚 都是一点点滴滴 积累起来的 真的 太让人伤心了 后来我就觉得 你身体不好嘛 我就让他回东北老家去 老家去了之后 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冷静冷静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跟他讲了 我说我想跟你离婚 一年年的时候 我说我想跟你离婚 我说先冷静冷静吧 大家都彼此考虑考虑 觉得这个离婚 是不是必然的 他就不同意 他大男子主义嘛 只有我跟你离 没有你跟我离的份 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那个前夫 他回到东北去过年啊什么的 他要回去看嘛 医生也说的 就是说 生了肝病的人呢 就是夫妻两个人不要在一起 因为毕竟这个肝呢 它是造排毒的 造血的嘛 各方面的 最好两个人不要在一起嘛 就是我们老家那边有个说法 就是生了肝病的人 夫妻两个不要在一起 不能过夫妻生活 如果过一次的话 就是会让他的寿命会简短 虽然这个东西 医生没有直接跟我说 但是只要我认识的人 都这么跟我说 所以呢 你想想看 我也就是为了他好嘛 让他回去 但是我也是给他寄药的 那个药 一个月700多块钱的 我都给他买的 寄了回去 三五个月到医院给他开 寄给他 都吃的是 就是那种进口的药 挺贵的 214两个星期啊 一盒 还有另外一种药 配着吃的 那他动不动就说 哎呀 老婆没钱呢 给我祭奠过来 你想想看 我挣钱辛辛苦苦的 我每天我熬夜 一个女的熬夜 你想想看 多伤啊 是不是 人家不懂得心疼你的 可能他也心疼吧 可能他不知道表达 但是我没有感觉得到 他心疼我 后来是 2011年他又过来了 他非要过来 我让他老妈 就是我婆婆嘛 你留住他 不让他过来 但是他非要过来 过来就过来呗 时间慢慢的就恶化了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因为每个人的就是 就是价值观不一样 可能也有可能 就是因为环境啊 我接触的那些外国人啊 都很绅士啊 也有酒蒙子啊 也有就是耍酒疯 神经命的 没数字的 但是总的来说的话 那价值观你慢慢改变了 你都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就怎么看我老公都不顺眼 但是呢 他有疑心病特别重 有的时候我下班晚了 你干嘛去啦 怎么怎么怎么的 他有的时候就在我店对面啊 我上班的店对面盯着我 他就就在那看着我 很多人都发现了 后来我都不知道 后来他们才跟我说的 就就他这个人 一点都不信任 就是你先想看 下了班都回来都很累了 很累很累很累的 他又想怎么样 男人嘛 那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你先想看 是不是快三十岁了 那个时候 他就想怎么样嘛 我就没心情嘛 然后他就觉得 你是不是怪他有人了 就是生病导致他没有自信嘛 他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的人就会多疑 他就 所以我就觉得越来越累了 而且我前夫这个人 嘴巴又不干净 就是喜欢讲脏话 东北很多的男的 就是脏嘴就 就开口就是脏话 我就跟他讲 我说虽然我们不是在一线城市啊 但是我们在市里头 无锡他也属于是二线城市了 对吧 那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这一点无可否认 但是呢 人是往上走的 那你就学一学别人 对吧 我们把数字提高一点 他说 我就是农村来的 我就这样 爱接受 不接受 随便他 我就这样 我农村来的 咋地 爱咋咋地 他就这样跟我说 就是一个很不争气的一个人 我的目标就是在无锡利的时候 想买房子嘛 首付啊 以后再买车什么的 我是这么来的 你先想看我挣的钱都给他花掉了 虽然生病不是他想生的啊 我也不希望他生病 钱都是我花的 我挣的钱都给他花掉了 挣的钱给他花掉了之后啊 你先想看 我一二年的时候 我们那次 我喝多了 他打了我一下 打了我 删了我一个巴掌 打了我当时在转圈 那时候我就要跟他离婚 很明确的提出来跟他离婚 跟他离婚 然后呢 受不了了嘛 第二天我就跑走了 跑走了之后 他就把我爸和我妹夫叫过来了 叫过来之后 就到处找 找我人 认识的就是那些外国人家里头啊 给人家打扫卫生啊 他跑到家里去 但是你思闯民宅耶 你知道吗 他报警 他说人家把他老婆拐走了 我心里想你老婆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了 说拐跑就拐跑了嘛 但是你报警了之后 人家必须要带你去的 你知道啊 哎呀 把你给气死的 弄的是真的是满城风雨 所有的人都认为 就是他跟所有的人都认为 讲说我跟别人跑掉了 哎呀 把我给气死了 那个时候 后来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我在别的地方上班了 其实呢 我还是在本市 后来 我待了一个礼拜 出去的时候 我一个礼拜我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 我就跟他讲讲 就是谈谈嘛 呃 真的是过不下去了 离婚吧 呃 他就不同意 他说 是哪个 就讲得很难听啊 是哪个什么什么羊鬼子啊 那把你心给撸走了 什么什么 就是很难听很难听的 就说的把你说的一分钱都不值的那种 就是没有 就是跟谈不上什么尊重了 没有的 后来那个 我又我说 我不能跟你生活在一起了 再生活在一起 整天矛盾还是加起来 我说我好聚好赛嘛 离婚 他不同意啊 不同意 后来我没办法 我又走了 我又走了 我去找工作上班去了 上班去的时候 他说在这期间的时候 我之前上班的老板娘 他开了一家日本料理店嘛 因为生意不好 他就走掉了 我那个前夫后来跟 呃 那个 他在那个 日本料理店上班 我妈也在那里头上班 那个时候 我女儿已经送到东北去了 在这期间 后来 呃 他就认识了里头的那个 厨师长 他跟这厨师长两个人 把别人的店盘下来 也是一家料理店 日本料理店 他就盘下来 问家里头朋友 借了十万块钱 开了这个店 那个 就是 以前的那个老老板娘 就发信息给我 让别人或者是 是别人转告给我的 还是怎么的 一二年的时候 他就 开了这个店 他说你赶紧阻止他 因为他什么都不懂 他不懂的经营 对吧 另外一个厨师长的话 就是 吊儿郎当的那种 没有责任性的 他说他俩在一起 那不是 不是没把人亏本吗 他说你赶紧阻止他 然后我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 店已经开起来了 那没办法 钱都给人家了 我就帮他经营 然后呢 我白天我帮他就上班 晚上呢 上到八点钟 我还到餐吧里头 继续去上班 跟那以前的老板娘谈的嘛 我说我 因为太缺钱了 那个时候 我前夫身体还不好 气得 人家医生说 你不能吃带壳的 那个什么像海鲜 虾之类的 螃蟹更不能吃 带壳的这些东西 都不能吃 他不听 他要吃嘴馋嘛 也更不能喝啤酒了 更不能喝酒 干病的人都不能喝酒的 酒是他致命 就相当于是毒药一样的 不听啊 喝呀 出院 没多长时间 进去医院 又带了三个月 三个月花了 将其小十万块钱 这钱又是问人家借的 我家里头是没有钱的 都是他老妈借的 我上班的工资给他还嘛 你说气不气人 你先想看 我一辈子 我能挣几个十万呢 是不是还有一个药罐子 你说你争气一点 行不行 不行 后来我真的是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 就跟他提出离婚 离婚还是不肯离呀 打死不离 就是怎么的 我去死 我去跳河去 怎么怎么的 我去自杀 后来你知道怎么的 一二年年底的时候 我回我的老家去了 我爸过生日 人家买把 就是白纱布 买个白纱布 还有把刀 还有消毒水 放在旁边 要割 自杀 你要自杀的话 你真心想自杀的话 你买这些东西干嘛 还自救呢 真割了 割给我看了 有一天半夜里头 我跟我妹 我妹回家了嘛 就陪陪我 那时候我妹怀了二胎 她就 我的前夫打电话给我 她说 我现在在这个桥上面 我不打算活了 我打算跳下去 哎呀你说半夜三更的 你是气不气人 喝多了酒 你说他一喝酒就要进医院 一进医院就得花钱 这钱到时候还不得是我还吗 那个时候我 后来已经认识我 现在的这个老公了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确定关系嘛 就是他 我知道他喜欢我 但是我对他没感觉 对我现在老公那时候没感觉 因为说家里头都一团糟了 哪有心情谈恋爱呀 都烦得要死啊 好了 我自以为是的 14年的时候 单枪匹马 那时候我前夫已经 所有的债务啊 都已经把店盘掉了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 欠的钱都是家里头的亲戚钱了 他就回东北 开了一家烧烤店又问家里头借的钱 借的钱 那个时候没办法 把店盘掉了之后 好像我们到最后欠了十几万吧 欠了十几万的外赞 那时候我那个前夫在东北开了一家烧烤店 在东北的成本比较低 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反正他说的我也不咋相信 说多少就多少呗 让我回去 我就想 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我到东北跟你离婚吧 我就自己提这个粉红色的大的那个行李箱 就到东北去了 他一直催我回去 一直催我回去 他说我店都开好了呀 名字就叫我的名字 叫方方烧烤店 哎呀开在市里头的 说生意还不错 从上午十点钟 一直营业到凌晨两点啊 好像是 是的 我待了一个礼拜 我就过去跟他离婚 他不同意 他还是不同意跟我离婚 我每天我帮他店里头来的来的客人 我帮他收钱呀 打扫卫生啊 跟他串串着呀 烧烤店嘛 那个东北烧烤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可胃老重了 调料放的多都不得了 生意还一般吧 熬夜要熬到凌晨两点 拖地 你现在桌上都是油啊 你看烧烤的一些肉啊 东西能不能没有油吗 地上滴的都是油 都要拖地呀 擦地呀 衣服洗呀 早上的时候跟他去陪他去买菜呀 买了菜 你要把腌起来 肉啊什么的 你不能单单都是荤菜吧 你还有素菜 你要去买 还要烧员工餐 他请了一个烧烤师傅 他自己不会烤嘛 他自己会烤一点 简单的 以前在日本要历练学的东西 什么什么 烤秋刀鱼啊 扇贝啊 生蚝啊之类的 他自己烤 有个烤箱 烤鲤鲤鱼啊 那时候我就自以为似的跟他去东北离婚了嘛 我以为能离掉呢 结果他不离 他就看着我 整天看着我 看着我之后 要是怎么了 看着我 我后来还是溜掉了 他去买菜的时候 我跑掉了 跑回无锡去了 我陪到 跑到无锡 跑到无锡那个时候 因为是怎么的 呃 14年的 7月份 6月14号的 6月14号我 到东北去离婚 待了将近两个月了 呃 将近两个礼拜 我7月5号的飞机 那时候我前夫 他已经给我办好签证 就是我 我现在老公啊 他已经给我办好签证 让我到德国来玩 两个星期了 那时候我已经就是要跟他离婚 要早离的 我早就离点了 就是不 他不同意离嘛 后来是怎么的 我 就是我得跑呀 我知道我的机票什么时候呀 我就得跑 我就跑掉了 跑回到无锡去 回到无锡去 你倒是怎么的 每两天 我那个前夫跟着去了 他找他的好朋友 我又跑到那边去上班嘛 上班还能拿点钱嘛 然后他那个好朋友给我发信息 他说你出来嘛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 我那个前夫也跟着到无锡来了 他坐的是高铁 哈尔滨到无锡的高铁 我打到店里的那个 就是烧烤师傅的电话 我跟那人关系挺好的嘛 我说你啊 我说他人有没有走 他骗我了 他说他没走 在家呢 怎么怎么的 其实不对 后来在无锡的时候 他这个好朋友就说 他说我来看看你啊 怎么怎么的 我说听说你俩要闹离婚啊 怎么的 作为好朋友嘛 他说劝劝你怎么的 见见你 我阿滴哥妈 他把车子就停到 我上班的地方 路边我就过去了 过去了我上车 他自己上车嘛 我就上车了 我刚上车 我那个前夫就出现了 当时我心瓦凉瓦凉的 真的 我就觉得没有希望了 然后就带到火锅店去吃饭 就谈嘛 然后我前夫他就把我手机也抢掉了 抢掉了 不让我那个 但是那时候我就是出来了 我包啊什么的 还在店里头呢嘛 哎呀 真的是瓦凉瓦凉瓦凉的 好了 今天视频先分享到这儿 明天咱们继续下半段